寶可夢系列這20年來出過了8個世代 創造了各式各樣的主角們 今天究竟誰的事蹟足以被稱作最強?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的主題 是我們所有玩家的最強分身 也就是各遊戲版本的主角 作為玩家的分身 這些主角大多都被投射強烈的代入感 根據各遊戲版本的遊戲內容 每個角色的事蹟都各有不同 我們今天將介紹各代遊戲主角 並且解構他們在遊戲之中的行為 分析誰才是最接近最強的主角 也順便回憶我們每代遊戲的破關過程 那麼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寶可夢回憶錄 主角顧名思義就是遊戲的主人公 基本上就是玩家在遊戲世界的分身 對學了瑪莉歐跟林克這些前輩的傳統 寶可夢系列的主角在遊戲中基本上不會發言 一開始的第一世代版本原本只有男性主角 但在第二世代的水晶版開始 寶可夢系列正是導入性別選擇的系統 所有的主角除了極端少數人以外 大部分的主角在遊戲中的過程跟目的幾乎都相同 在遊戲初期獲得欲參加之後 帶著寶可夢獨鍵旅行 蒐集寶可夢 跟素敵互相競爭 最後躲向寶可夢聯盟成為最強的冠軍 那第一個要介紹的主角 就是第一世代的主角 同時也是人氣最高的 Red 赤虹 名字由來自他第一次登場的版本 寶可夢紅綠版的紅Red 當然主角的作品有寶可夢紅綠藍 皮卡丘版 還有重製版的火紅葉綠版 赤虹來自真心鎮 在遊戲中的主要活躍呢 就是打倒八個道館關主 一個人殲滅黑道組織火箭隊 擊倒四天王 打倒青綠成為冠軍後 在華蘭洞窟捕捉人造寶可夢 赤虹在最近期的遊戲中都已經學會Mega的進化 對比其他主角後來幾乎都神隱 赤虹算是一直都有在活躍的角色 但因為遊戲版本相對早期 遊戲的內容實在不多 所以還有活躍對比其他主角 算是比較少的 那平心而論 赤虹不一定會是最強的主角 在重製版的火紅葉綠版推出後 新增的女性主角 預算的名是葉子 葉子對比一直都有在登場的赤虹 還有後來的幾個女主角 她根本就是被霸凌 火紅葉綠跟後來的遊戲不一樣 沒有設置那種沒有被選上的主角 也會在遊戲登場的概念 但大部分玩家幾乎都會選赤虹當主角使用 而GameFree官方也幾乎把葉子 當作附加角色 根本沒有什麼特別為他設定的戲份 葉子在火紅葉綠之後 幾乎沒有任何登場機會 就連火紅葉綠的續篇 星金魂影版 隱藏頭目也只有赤虹 葉子是否存在於這個世界觀 那都是一個問題 總之遊戲中葉子沒有戲份 現實生活中 火紅葉綠的周邊幾乎都沒有葉子 在寶可夢20週年慶典遊戲 寶可夢日月推出時 甚至追加了長大版赤虹跟青綠的造型 唯一沒有被設定長大後外型的人 就只有葉子 可悲啊 再來是第二世代的主角群 這次也是有一點點的特殊 阿翔、克莉絲還有琴音 阿翔跟克莉絲登場的版本是 星銀跟水晶版 而琴音則是在重製版的星金魂影中 替代掉克莉絲的女主角 那長期來說呢 在星金魂影版推出之前 大多人都直接稱阿翔叫做阿金 直到最近才正式被確定 他的名字被官方定做阿翔 Kibiki 而克莉絲的名字由來 則是Crystal 水晶 取前面發音的Chris 第三個主角 琴音 是在星金魂影版才新增的角色 而琴音的設計師 海野龍熊先生曾經說過 琴音是完全重新設計的角色 沒有特別去意識過克莉絲 那我覺得克莉絲真的超級可憐 莫名其妙被取代 但好險 在寶可夢特別篇中 克莉絲跟琴音 被融合成同一個角色 其實我也比較喜歡這個安排 畢竟 把人整個取代掉 還是很過分的 總之 除了在弱葉鎮的他們三個人 做過的刺激成績 直接被拉到超高 基本的打道館拿徽章 這種流程 他們三個拿的徽章數量 竟然是所有遊戲主角中最多的 挑戰的道館算起來 橫跨關都跟成都兩個地區 高達16個 新生火箭隊也被新主角獨立拆掉 他們不僅捕捉傳說中的鳳王洛吉亞 還成為稱霸兩個地區的總冠軍 前座的素敵清律 也是他們的手下敗將 還有被稱作最強的訓練家赤虹 這個沒打完 遊戲是不會給你全破的 所以以遊戲要素全破為前提來看 阿翔他們的強度大於赤虹 是沒有懸念的 另外在初期設定裡面 晶瑩的主角是有哥哥的 只是他完全沒有登場過 再來是第三世代的小優跟小瑤 小優Yuki 名字來自於勇氣 小優的名字則來自於遙遠 HARUKA 登場版本是紅寶石 藍寶石 綠寶石 從事版的究極紅寶石 跟起源藍寶石 在遊戲中 雖然他們出示登場的城鎮 是魏白鎮 但遊戲一開始其實有提到 他們是搬家過來豐原地區的 因為主角的父親千里就任 春花道館館主 所以一家人都從成都地區搬過來 寶可夢特別篇裡面 設定他們一家人 來自滿金市 相當於現實世界的大阪 從大阪這種大城市搬到鄉下 對小孩來說真的會有一點不爽 那他們事蹟就前三代來講 應該是規模最大的一個 我們就事蹟上來說吧 基本的打八個道館 拿徽章 稱霸聯盟當冠軍 綠寶石裡面的雙寶柴 真長妹的能打 還有一個人一口氣打爆兩個邪惡組織的紀錄 除此之外 他們的世紀中最特別的 就是靠一己之力阻止了 超古代寶可夢的暴走 讓豐原地區 免於陷入毀滅的危機 不是說前面兩個主角沒這個能力 而是剛好劇情從來就沒有安排 讓赤童跟阿翔面對大型危機過 非常的可惜 如果我們連難度超高的 對戰開拓區 成霸都算進他們的世紀來講的話呢 小優跟小優的實力 明顯是超越前面那兩個人的 那再補充一下 作為彩蛋 小優有短暫的登場在動畫版的電影版裡面 那最近因為版本的更新 他也學會了Mega進化 再來是第四世代的主角 光輝跟小光 名字由來都跟光芒有關 對應了鑽石跟珍珠的光芒 他們兩個人的登場版本是 鑽石、珍珠還有白金版 作為主角登場時 他們兩個人的故鄉是雙夜鎮 每被選上成為主角的一方 會變成博社駐守登場 基本的事蹟一樣是 打道館、挑戰聯盟、幹爆 反派組織跟挑戰對戰設施 但BUT 我覺得就災難的規格來講 光輝跟小光遇到的事件 是全寶可夢界最不妙 為什麼 因為這代的神話成績 拉到什麼 創世神啊 時間空間之類的怪力亂神 所以這次的反派想破壞的 不是什麼天氣 而是整個世界的法則 所以阻止掉這個前所未有危機的主角 可以算是八個世代主角之中最偉大的 也說不一定 那第一世代到第四世代 其實算是以日本作為冒險舞台的前四部曲 從第五世代開始 Game Freak 都以不同的國家作為冒險舞台的原型 在我心目中 第五世代開始算是另類的新系列 而擔任新世代版的赤虹的 就是黑白版的豆野跟豆子 他們兩個名字由來就是戰鬥的豆 在各國翻譯中 他們的名字多少都跟戰鬥有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以往的主角年齡大多都落在11到12歲 豆野跟豆子則是14歲 是到第五世代為止最年長的兩個人 他們的登場版本是寶格夢黑白 他們的出生地在陸子鎮 主要的事蹟 除了基本的打道館拿徽章 打爆反派組織當冠軍以外 最大的兩個特徵就是 相對以前的主角都是自己去捕捉神獸 像超夢啊 鳳王啊 洛奇啊 風源三神跟神奧之神這樣子 沒有例外 豆野跟豆子卻是唯一被神獸選作自己搭檔的主角 那就這點來看 豆野跟豆子就已經算是非常特別的存在了 但不僅是這樣 豆野跟豆子也是唯一一個 把反派組織首領感化成好人的主角 雖然很特別 但就實力來說真的不好推測 因為就故事設定上 黑龍跟白龍的實力 在傳說中的寶可夢群中 並不是最強的 所以獲得他們的豆野跟豆子 地位算是特殊 但在強度上還是要畫上一個問號 而戰鬥實力方面 因為是全新世代 更是不知道要拿什麼作為基準推測 豆野跟豆子作為新世代的主角 他們身上有太多跟赤虹相似的地方 特別是豆野 在黑白時期的時候 我一開始只是覺得 豆野的鴨神帽或者髮型 跟赤虹是有相似之處的 之後豆野在黑2、白2 被當作傳奇跟神話歌頌的時候 那就真的很像赤虹了 特別是新主角走進豆野家 得知豆野很久沒有回家這件事的時候 哇 記事感啊記事感 那在我們進入戰時 我認為是最強寶可夢主角之前 先唐突的進入工商服務時間 沒錯啦 我從未見過如此卑鄙無恥之人刷起來 知名美式後背包品牌 Outdoor Products 跟寶可夢正式聯名推出 潮黑皮卡丘系列背包 採用高密度、巨脂纖維面料 耐磨輕巧甚至防潑水 純黑的主機料 配上黃色的皮卡丘 簡易簡單又大方的設計 讓你把喜歡的寶可夢帶在身上 隨時隨地跟他們在一起 因為包款多樣 一定能夠找到自己喜歡的款式 連結我會放在下方留言處 我非常推薦去選購這些官方聯名的商品 Outdoor值得你擁有 你看這些都是我實際擔任Model的時候拍的照片 每款包看起來是不是都很好看 你不需要猶豫了 設計簡單又大方的皮卡丘款背包 絕對可以讓你體驗到百搭的樂趣 接下來回到我到現在都覺得是 最強最誇張最高能力的主角 寶可夢黑2白2的共平跟名儀 他們的名字來自於共鳴 故鄉是會善士 他們的事蹟妖殊誇張 前面講過幾個 碾壓道館 拿徽章 摧毀反派組織 當冠軍 這都是基本標配的 他們跟鬥野還有鬥子不一樣 並沒有被神獸選上 但還是靠自己的實力打爆了球雷姆了 而且在黑2白2裡面 共平他們會參加 Pokemon World Tournament PWT 這場全館組全冠軍參加的 對戰勝勢 換句話說 共平跟名儀有能力 打爆到第五世代為止的 所有館組跟冠軍 其中包括什麼 赤紅、青綠、阿杜、大舞、福蘭這些高手 除了戰鬥力強到碾壓眾生以外 共鳴這兩個人 甚至還是電影明星 有一條自己經營的商店街 同時也是少數有花邊新聞的寶可夢主角 他們的飛聞對象竟然是當紅偶像 太勝利 對不上 想體驗一個OP勝利組的人生嗎? 你就去玩玩看黑2白2吧 共鳴組簡直比青小時候主角還要霸道 介紹完各方面的能力都衝擊性超高的 共鳴組之後 無論是誰拍在後面 看起來都會比較尷尬 那接下來是第六世代 寶可夢XY的 卡魯木跟沙莉娜 他們兩個名字由來都是沉穩跟安靜 卡魯木跟沙莉娜兩個人被選作主角的時候 跟身為進體的時候的設定不太一樣 這點跟小優、小瑤還有光輝跟小光的情況一樣 總之作為主角的時候 卡魯木跟沙莉娜會是從其他地方搬到朝鑑鑑的 新人訓練家 另外誰當主角誰戴帽子 沒被選上的角色不會戴著帽子登場 事蹟上來講有共鳴兩個人在前面 所以實在是很吃虧 加上寶可夢XY本身遊戲內容就做的很短很短 所以能講的事蹟是真的不多 打道館、徽章、打反派組織跟當冠軍 我還需要多說什麼嗎? 真的需要講他最特別的一點 可能就是可以使用Mega進化這點 但考慮到前面的幾個主角 像是赤熊跟小優都學會Mega進化了 會這個好像也沒這麼特別? 卡魯木跟莎莉娜最特別的 大概也只有換裝系統的版 我還能說這兩個以外他們的特色嗎? 不能嗎?那我沒什麼好說了 接下來講講第七世代的新主角 藍日跟美月 登場遊戲版本是寶可夢日月 還有寶可夢救急日月 名字由來跟版本名稱一樣 就是日月 雖然他們在救急日月裡面外型差很多 但設定上是同一組人換衣服登場而已 日月組是從關都搬家到阿羅拉的一般人 雖然有說是來自於關都 但官方沒有指出他們是來自哪個城市過 總之他們的司機就會比較特別一點了 寶可夢日月的遊戲流程上 沒有挑戰道館的環節 反而是讓主角轉去玩大地遊戲 因為這樣子看起來太團康了 所以會有很多人質疑 日月登場的角色 甚至阿羅拉地區的實力 是不是其實都很差啊? 他們的聯盟就是黎明大會而已啊 之類之類的質疑聲 這些一直都有 不過我在這邊還是要強調一下 他們以前沒有聯盟 不表示他們的實力不好 平心而論 這個聯盟出了一大堆神獸族 放到其他地區 不見得會輸欸 總之回到朗日跟美月的表現上 他們除了征服大自然 打包一堆領主寶可夢 變成阿羅拉人跟寶可夢都認同的強者以外呢? 在故事的一開始就已經得到神獸卡普鳴鳴的認同 後來在故事中打翻一堆外來種UB 得到日月雙神的認同拯救露莎米奈 成為聯盟的初代冠軍 在遊戲第二輪中 朗日跟美月還會遇到長大 而且變強的赤紅跟青綠 然後打包他們 如果你玩的是救急日月版 朗日跟美月甚至會把歷代 所有反派組織老大 一個一個教訓一遍 教他們怎麼做人 而且這個時候的反派組織老大們呢 通通都拿神獸 要不然就是學會Mega進化 各種超越當年的強度 各種不要臉 除了是阿羅拉初代冠軍以外 朗日跟美月 還是UB防衛隊 國際刑警跟戰鬥術之組 強度這種東西是比較出來的 要能跟朗日還有美月一較高下的 我想也只有共平跟明依了吧 最後第八世代的小勝跟小優 這次我先不介紹 因為劍盾之中最重要的 DLC2的故事呢還沒有出來 還不知道他們兩個後面的發展會變成怎麼樣 現在介紹實在是有點不公平 好啦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從紅綠版一路到日月 20年來你最喜歡哪個主角呢 還有你覺得根據表現來看 哪個主角是最強大的呢 最喜歡的主角我說不準 但我覺得最強的主角不是共平 就是朗日的 你們怎麼看呢? 總之歡迎分享自己喜歡的主角 也歡迎討論你覺得最強的主角是誰 喜歡我的影片麻煩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跟我分享生活的朋友 歡迎在留言區追蹤我的IG 這次Outdoor的商品真的很棒 不要忘記參考一下喔 那麼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啦 掰比! 發生隨時會等一下 發生隨時會追蹤 煮圈的公園 山賓 打開小鈴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